這一個裡面很特別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社團呢 透過怎樣的方式來研究東南亞 這是我們社團的網頁 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社團呢 就注重在的就是 台灣的青年跟東南亞的連結 我們透過幾個方式來研究東南亞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個社團的緣故 是因為我 我進入外邦 經濟故國期盤後 就決定我要外派 那我研究以後發現 東南亞是一個未來很有潛意的事 那我發現我們台灣人 對這個鄰居完全都不了解 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菲律賓 菲律賓離我們不到兩個鐘頭 可是我們對菲律賓 有什麼樣的過去 它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有什麼民族我們都不知道 講個例子很簡單 越南好 大部分的台灣人對越南的印象 其實都是還在很普遍的那一種 外籍信仰 還有移工的部分 那其實這些國家都非常的有 它的文化的併含在裡面 那我這個組織 我們這個組織就召集這些同學 一起來研究東南亞 我們研究的方式有幾個 第一個我們邀請專家學者 還有我們自己做研究 邀請專家學者 以及我們實地的去訪問移工 或者在台灣的 比如說一些留學生 東南亞的留學生 我們訪問他們 瞭解當地的情況怎麼樣 最後一個我們最自豪的是 我們直接的派人 派員到東南亞去 我們派了三團 到越南 緬甸還有印尼去 我們實地的參訪 當地台灣人生活的情況 還有當地文化要怎樣 因為我們希望的是 台灣的年輕人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 會外派到東南亞 但是我們覺得外派到東南亞這件事情 就是你不能只想要去賺那邊的錢而已 你要了解當地的文化 你要留下些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這一個組織 這一個團體 這一個社團 它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透過文化或者是全方的角度去認識東南亞 給台灣的青年做一個橋樑的部分 那我自己因為我大學本身是讀歷史系的 中興大學歷史系的 所以我對歷史這一塊非常有興趣 啊 近年就發現就開始研究越南歷史 發現很多有趣的事情 所以換大家 今天不是來 我也不是什麼大師 我也不是什麼教授 我也不是什麼人厲害 我們只在講講 我聽到一些故事 我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這樣 所以大家不用太激緊 我們就是 就像 你也看到這個場地很輕鬆 那我也想問大家幾個問題 就是大家今天怎麼會想來聽 越南的這個故事 想了解大家的那個動機是什麼 欸 你笑得很開心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今天會想來聽這個 想聽到什麼東西 欸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有在學 一點點越南文 嗯 然後 剛好有機會是 關注大家 就參加時光這邊的做動 所以幾乎有一些越南的文 只要沒上班 我有空 就一定會來這邊參加 然後 在你學上越南文的時候 嗯 因為我幫我老師是 那個 越南過來的華僑 他會講一些當地的一些文化 跟歷史背景 特別是 嗯 越戰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興趣 了解 文化跟歷史這一塊的 嗯 我懂了 所以我才會來接台這邊 參加 所以沒有人要分享 為什麼今天會想來聽 想要聽到什麼樣的東西 或者是另外一個 對越南的原本的印象是什麼 欸 請 唯一想打敗過美國跟中國的國家 其實越南人非常自豪 這一點 這個講 越南人覺得 新來的可以到前面來 這裡外面很可能 來來來來 到前面來 其實越南人很自豪這一點 我們去越南的時候 越南常常說 我們是全世界 算很棒的國家 為什麼你知道 他說我們打敗過 聯合國 常任理事國三個國家 英國 不會 沒有英國 法國 中國跟美國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剛剛有介紹我們這個組織 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的是什麼呢 呃 你對越南的印象是什麼 這位同學 河粉 河粉 河 對 越南很大的印象是河 那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因為看人都來差不多了 我們要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國家 為什麼要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國家 我剛剛講過了嘛 大部分的台灣人 進去東南亞 就一個心態 呃我們大部分是勞力密集產業 所以很多台灣的工廠去那裡都是社工廠 然後 我自己去那裡參訪 其實我覺得還蠻 蠻驚訝的一件事情 我們很多的台商喔 就是把那裡當做一塊 乳牛你懂嗎 就是要榨乾那裡 啊我覺得這個很可惜 因為很多台灣的商人 他只用正經濟的角度去看 東南亞 只有想到那裡是市場 只有想到那裡 欸我可以在那裡賺錢 但是我們 我覺得我們可以比那個更高一層 怎麼樣更高一層 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一個國家 你看到真正的面包 真正的樣子 那我們這今天呢 我們要從歷史去看這個國家 為什麼要從歷史這個國家 因為講一句話 你知道一個人的過去 你才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性格 那個性格是什麼 就是他的文化 我舉個例子好了 呃 這是真實聽到 呃 他有一天發現一個越南的 呃 當地的下屬 做錯事情 他就把他找來罵 結果發現那一個越南的 那個下屬 看著他就這樣子 手插著這樣子 然後一直笑 喔 他整個火就上來 就痛罵他 繼續把他罵 怎麼這麼無恥啊 我在罵你 你竟然還在那邊笑 還插著手 好像很了不起一樣 你知道怎樣嗎 這是尊敬的嗎 對 這在越南是尊敬的意思 然後他笑 他因為越南人他笑 他不是他瞧不起你 他其實他心裡是有悔意 他只是表示他的善意 但是 這一個台幹他不知道這樣的問題 他反而痛罵那個越南人 那個越南人 就覺得奇怪 我做錯有什麼事情嗎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知道文化這件事情 我們要知其然 要怎樣 他知其所以然 什麼東西塑造了文化 歷史塑造了文化 所以我們了解歷史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文化是怎麼來的 他知道這個文化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了解他的政治制度 是怎麼樣運作的 像華人 比如說你要去那邊經商嘛 我們都知道 中國是人質的社會 可是你沒有了解 中國五千年的脈絡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他為什麼今天會是一個人質的樣子 對 所以我們今天是從歷史的角度切入 越南到底長什麼樣子 跟大家解析 把越南那個面紗給掰開來 看真正的越南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這是我跟大家分享 一般我們台灣人 印象中的越南就是越南新娘 越南戰爭跟反華的暴動 那其他講到越南的時候呢 可能就一片空白 我今天 今天大家會來 一定是對越南一定有一點 比一般人更有印象的地方 我想問問大家 你對越南除了這幾個 一般人的印象之外 你還有什麼印象 都可以說 隨便講 拋擠的關鍵字 對 對 經濟很好 加入TPP 還有還有什麼 他們之前也用那個銅錢 跟 大概中國一樣的銅錢 五租錢嗎 還是什麼 他們是用一樣的通報 哇 好專業喔 跟中國一樣 還有還有什麼關鍵字 你覺得 沒關係 你可以講出來 你覺得越南還有什麼樣的印象 法國麵包 法國麵包 沒錯 還有什麼 夏龍灣 夏龍灣風景很漂亮 像饅頭山有沒有 還是大家其實其他人對越南都完全沒有印象 沒關係 你今天來對了 我告訴你越南長什麼樣子 講到越南呢 我先 我先跟大家分享 你知道越南是什麼意思嗎 南是南邊的意思嗎 南是南邊的意思 那越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越族人 越族人的越 這個越是什麼意思 其實 越這個字 中國有一個省的簡稱叫做越 廣東 廣東 那個越通這個越 其實越南的意思就是 廣東那一帶的地方 再往南 有沒有很驚訝 越南這個名字是清朝皇帝取的喔 這是中國人取的 它是用中國中心觀的概念 越的地方 以南的地方叫越南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點 我們可以來思考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就是 一部電視劇 我們來看這部電視劇 這是一個電視劇的截圖 看到這個電視劇 你會想到什麼東西 你看它的服裝 你看這些人的樣子 講個國家好 你會覺得這是什麼國家 中國 對中國 看起來很中國 你看它的衣服 哇這不是冠冕嗎 這不是中國皇帝的樣式嗎 這怎麼看 都是一個中國的 中國的一個 古裝連續劇 不知道你這是越南的連續劇 而且它 不只它是越南的連續劇 這一部越南的連續劇叫做 李公運 到深龍城之路 好長的名字 李公運 是越南其中一個開國的皇帝 深龍城就是今天的河內 這是紀念河內建成週年的一個電視劇 那這個電視劇後來沒有人看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沒有播出來 越南人花了很多的錢去拍這部電視 為了紀念他們的首都建成的週年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一拍出來 欸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跟中國一模一樣 越南的官方初前拍這部電視劇 要紀念他們偉大的首都建成 幾週年 結果他們一拍出來發現 這個東西太像中國了 跟中國一模一樣 如果給他們國內人看到 他會發 欸奇怪我是中國人嗎 怎麼會跟中國一樣 那為什麼他後來這部就 沒有這一部電視劇 穿什麼一個明明桌起 越南跟中國真是 理不清啊 它那個糾結在一起千年的歷史 完全完完全全的 你沒辦法分開來看 那我們就要思考 為什麼這部 我從這個影出來 這部電視劇 是越南官方拍的 最後怎麼樣 沒有上映 沒有給他們當地人看 因為他們覺得 如果真的播出來 會出大事情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會出大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百年前的越南 這給大家一個鮮明的印象 仔細看 這個是最右下角是近代的越南 他們穿那個凹膽 叫做越南國服 可是你仔細看喔 這幾個都是19世紀末的越南 如果我不跟你講 左上角那個圖 你會以為他是清朝人 他在吸鴉片 對他在吸鴉片 但是他是越南人 他說那衣服已經很清朝化了 這個很難想像 接下來看這兩個 另外一個是 這是一個道觀 越南的道觀 你仔細看他的衣服 完全是明代的衣服 如果不講 你完全想不到 這個是東南亞 你完全想不到 這跟東南亞有關係 最後一個 這更驚人了 這是越南最後一個朝代 卵巢 不是那個卵巢 是 姓卵 他是姓卵 姓卵的巢蛋 你看這是他們的官服 有沒有很像 額 附帶一起裡面穿的衣服 這也是完完全全是明朝的樣式 所以說 跟大家想 你們去設計這個凹膽 這個越南國服 很像什麼東西 它其實根據旗袍模仿做的 這是在1920年代 他們的一個設計師 為了發展民族的樣式 所以這一個保采 其實它沒有傳很久 它的歷史不到 不到100年 但是它其實還是模仿 中國的起保去做的 很合身的這個剪裁 那我們就 從這裡我們就一個概念就是 越南為什麼會跟中國這麼像 為什麼會跟中國有這樣的關係 你再仔細看 那個房間裡 那個對臉 它寫的是漢字 另外一個道觀 旁邊也寫的是漢字 我去過越南的舉手 去越南就很驚訝 因為我們去越南的時候 就發現 這個椅子好有趣 很特別 那個 我們進去很多大樓以後 他們也拜向土地公的東西 而且很特別 他們是可以土地公喝咖啡喔 可是土地公放假面 而且旁邊會有寫 就是寫國字的對臨 我們看到就覺得很驚訝 而且完全長得一模一樣 你知道福禄壽三仙嗎 我在越南也常常看到福禄壽三仙 而且那個衣服喔 我甚至連上面畫我都一模一樣 然後是不是跟中國訂 越南跟中國 真的是分不開 但是為什麼這樣的情況到今天 越南會有另外一個對中國的概念 我們慢慢看下去 我們從越南的正式 知道中國有史記嗎 越南有正統史書 大約史記前書 這個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這文言文很多 他是說什麼呢 這是原文喔 這不是翻成中文 這是他原本寫的時候 就用漢文寫 就用文言文寫 他說 原本越南在漢朝的時候 我就屬於漢 他們史書就直接寫 在漢朝的時候 我是漢朝人 就像我們清朝的時候 我們清朝人一樣 那發生什麼事情呢 喔這裡 一直講到光武帝 這都不重要 這一個 只要讓你知道一件事情 越南官方的史書 用漢文寫 所以為什麼我會研究 越南的歷史呢 其實我越南文沒有很好 我那時候去越南 想跟他們講越南話 他們沒人聽到我這樣 以為我要講中文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試了好幾年 我在越南的時候 其實不管去那個計程車上 還是路上都會問人 都會試著用越南話 跟人家講話 然後我常常講一講 然後他就說 我聽不懂中文 用英文跟我講 Oh no no Chinese No Chinese 我就哭了 很難過 對 然後跟大家講的就是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 這一個是在十五世紀末 越南的史書 完全用中文寫 所以你知道很多 越南的歷史 想要越南學 讀越南史的人 他跑到中國去留學 或是跑到台灣去留學 為什麼 因為他要學漢文 他要學文言文 他才能看懂自己的史書 是寫什麼 這個其實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很像大陸人 他們寫簡體字 所以他們直接看繁體字 有時候看不懂 他們反而要到中國去尋根 你知道嗎